今天我們來做一個土豆雞蛋沙拉 非常適合夏天吃 全部的材料都在這兒了 這些材料你都可以用其他的來替換 我們先來把雞蛋煮熟 6分鐘冷水上鍋 現在我們來處理一下西紅柿 給頭上切個十字刀 然後澆上熱水 讓它泡3-4分鐘 皮就能夠很容易取下來了 土豆也是小皮 這個土豆比較大 如果是小土豆的話 你得多來兩個 切塊 大概半寸這麼大就可以了 泡在水裡面 這樣防止氧化 都切好以後用清水給它沖兩遍 把多餘的澱粉給它去掉 冷水上鍋 等水開了以後再多煮5分鐘就好了 咱們這根黃瓜也是很大 削皮 然後給它切半兒 要把這個籽給它去掉 如果你是那種小黃瓜 就可以忽略這一步了 你這裡也可以用芹菜 用胡蘿蔔都可以 一樣把它切成小塊 疫情期間 凡是生吃的 最好都把皮給削了 現在我們來處理一下蘋果 一樣削皮 切塊 這裡可以用梨 橘子 都可以代替 蘋果切好以後 我們給它撒點檸檬汁 防止氧化 咱們這西紅石燙好也涼透了 皮一撕就能撕下來了 去皮它一來口感好 另外它也是安全 一樣切小塊 總之疫情期間 生吃的東西 都給它去皮 心裡吃的踏實 雞蛋也涼透了 現在一樣給它去皮 這個雞蛋是煮了正好6分鐘的 所以它算這種 Hard Boiled Egg 切開來看看 咱們的蛋黃顏色是非常好的 切成你喜歡的大小 放到咱們這沙拉裡頭 現在咱們來調一個沙拉醬 我用的是這種全奶的酸奶做的 最好不要用那種減肥酸奶 因為減肥酸奶裡 它更多的添加劑 和澱粉 這個就是純奶 加了一點美奶瓷 這多少按你自己的喜好來決定 再來點鹽 這地方我忘了撒上一點蜜了 但後來又給補上了 一點胡椒面 最後把剩的這點柠檬汁給它擠上去 咱們這土豆也好了 趁熱就把水給它避乾了 直接就放到咱們這沙拉上面 現在趁熱就得把這個沙拉醬就給它澆上去 這樣土豆能夠把這個味道吸進去 給它攪和攪和 最後切了一點茴香 這兩小勺非常提味 來嚐一嚐 非常適合夏天 你不想做飯的時候就來這麼一道就行了 換上雞肉也是非常好吃的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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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